回到玩具TV27季第8集 背景已經看到這個,沒錯,日本武士 正式來說 就是這個產品,九安 一個內地專製精細手工 1比6武士的品牌 一年出一款,不多 這次呢 我忘記名字 總之有一個武士 這個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直發版 一個是膠發版 現在我們今天介紹的是膠發版 頭雕就不說了 自己想想是哪個 這個就是大了頭盔 這個整個盔甲可以這樣說 其實之前也有不同的牌子 都是類似的造型 但是這個呢 這個真的做了很多東西 其實整個盔甲都是用金屬去打造 繩子 即是叫人手去整個做出來 所以價錢是貴一點 但是呢 手工方面 你看到其實是很細緻的 例如要留意一些細節位 如果可以移動到頭盔 阿迪麻煩 整個頭盔都是金屬做的 面罩金屬做的 其實它的金屬位 它真的做到一些金屬的 一些小小的侵蝕 或者叫氧化的狀態 但是呢 又不是很難做的 那這個呢 你問我我就不知道怎樣做 當然可以拿一些叫做 會壽食的金屬去做一些正常的樣化 可以做到 但是呢 有時候可能會過了 那個壽食 除了頭盔 這些都是全金屬 面具金屬之外呢 可以看看它身上的金屬 日本規格 其實有很多材料去做的 就不只是金屬 不過這個呢 它是用金屬去表達 看看它側邊 正面這些位置 其實每一層的鋸 都是跟真實的情況一樣的 即是每一層的 金屬鋸 和每一層之間 它們都用一些積繩 把它連起 那我現在目測 它的比例都應該沒有偷計 譬如這裏五行 或者六行 其實它可以做少一點 但是看到它每一行 都做足 零側一點 在肩膀甲這邊 一二三四五六層 其實可以做足給大家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動的時候 那個幅度 跟真實的情況一樣 那還有呢 再細緻一點 就是這裏下面的龍手 我們一般人叫鎖指甲 或者叫鏈指甲 就是由金屬圈勾起 穿著連結而成的 而日本其實中古時代 金屬是不多的 即是重金屬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多金屬 的規格可以成形 那這些鎖指甲 你看到它也不是全鋪 像中世紀的歐洲武士一樣 全部是鎖指甲 它有部份 但是它當然去配合它們的工藝 美學 實際實戰用途 其實它們都很聰明地 用了不同的材料 放在不同的部分 令到 除了外表有震懾功能之外 也是實際上保護到那些武士 再看看背面 背面呢 剛才德哥也有問過 這裡是否凹了 其實就不是的 因為每個規格 其實是一些高級武士 我們叫做的 當然它們分大名 市大象 暴象 很多 你看到背部 其實它是量身訂造的 然後它就想模擬 量身訂造的情況 就是背部的 脊骨的位置 背肌的位置 其實它模仿 所以有些凹的位置 當然有些規格 是叫同軟 藥丸 那些是另一種做法 而這一種 其實是一些 以我理解 當時中世紀信長時代 最流行的一種規格 當然信長自己的規格 就是一些西洋鴿 根本是外國鴿 西班牙的不同 而傳統日本武士的鴿 都是以這種去做 我們看看正面 正面 看到全部這些 是用真繩跡的 就是全部手工錢 每一層每一層 逐個去寸 而我看到鴿的外面 呈現狀態 其實是有些不規則 就是好像真實一樣 其實有些可能是凹 有些可能是彎 有些可能是彎 這我覺得真的 很花功夫去做 看得到生產的過程 裡面 幾大機會 真的快快快突出來了 這裏繼續下面 也有些鎖指甲的部分 形成的 再看下去 這個 我們叫 草摺 草摺這個位 其實也是有鎖指甲的部分 然後裡面當然有和服 其實日本當時的和服 我覺得是最不美的地方 因為它有些細花 而配起來其實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電影 賣物裡面的呈現 都是黑色和紅色為主 但實際上 現實生活 你看回歷史的圖片 我真的不漂亮 而且當時亞洲人的高度 是不高 穿起來不是很好看 好了 時間關於我不說太長了 好了 到這裏腳 每一塊都是用金屬片去造成的 跟真實的情況是一樣的 即是用不同的夾片 用布料 把它箱上去 然後再紮起來 其實每次穿規甲的過程 都是很複雜的 所以其實呢 穿到這種狀態的規甲 其實基本上是中級以上的武裝 才能做到的 好了 最後我們有時候會不說笑 即是說 整套日本規甲都很帥 但是去到腳的位置 就有些事 他們通常都是穿草鞋 這一對都是仿回真實模擬 是用草繩 即成的草鞋 鞋底 是草鞋來的 有些公司就是用啤件 即是膠造 這個真的是用草繩去織成的 是很精細的 但是有人字拖的狀況 即是穿在腳趾跟耳子之間 都是這樣的 即是去到很高級的大名 即是城主都是這樣穿的 可能跟日本的地理關係有關 可能是穿草鞋 可能勝過穿皮造的鞋 這個我不去嘗試去批評 別人的文化 因為他們出來的 一直都是穿草鞋的 好了 看完主體之後 我先放下 因為這套都要二千多三千元 我不想跌破它 這個呢 有一個前字的 這個就是通常用來裝盔甲的箱 再會把盔甲都放上來 這個全部都是木的 全部都是木造的 那麼可以把盔甲 理論上 你可以拆 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主角呢 穿著和服 但是我也是那句 我奉勸大家 如果真的不太熟 或者沒什麼時間 你千萬不要拆 因為你一定很後悔的 因為穿上去 基本上是 味道是不可能 不過你可能要看很多書 甚至用很多功夫才穿得好 而且可能穿不穿 所以其實 出廠的時候 工友或者像人 幫你穿起 其實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價值 來的了 好 最後呢 有少少說一些配件 其實呢 這個 我們穿在頸的位置 護著煙喉的甲 其實還有一副 是大副一點的 這副 這樣呢 都是每一塊 都是跟真實情況一樣的 所以這套貴的地方 就是全部手工 你問我呢 現在一般來說的模型 都一千多元 一比六 去到這麼多手工 而去 只是差不多一倍價錢 我就覺得 其實它應該是賣便宜了 我記得二零八百元的模型 它應該要賣二千幾三千元 還有附送 有一對戴了手套的手型 這裡不特地說 其他手型都有的 最後講講兩把劍 很快 這兩把劍呢 我相信它們都不會走 一定用金屬的方式去處理 大家都知道 日本武士大部分都會有兩把劍在身上 通常一把匕首 一把就打刀 有時候會用太刀 就視乎它的官階喜好 或者作戰狀態 需要用什麼 這樣拔出來了 哇 金屬感是很重的 不大聲 這個真的是用金屬刺隔出來的 如果拍到的話 希望 你會看到其實 劍印那裡是黑了字的 會不會可以 看到嗎 什麼有神奉之士 金鼓有神奉之士 這位朋友的視力非常之正常 應該非常之好 厲害 沒錯 我也拿到金鼓不知什麼 另外一個呢 好 另外一個先開題 這把劍是新潮的 有這樣的位置 因為通常日本的武士打刀 是沒有這個劍套的 勾著位置 可能因為這個造型 是有少少模仿某套戲 是一個西人做武士 所以呢 西人做武士 不是之前已經出過了嗎 一個西人武士 西人武士 很多人都出過的 我每次都有擁有的 我很喜歡西人武士 但是呢 這次這個是一個比較複雜版 看這把劍 武士 你看 你說得對 是武士的 近鏡是武士 不過它金屬真的做得很漂亮 我覺得它不是一般 那些閃光 應該是比一般金屬再閃 沒錯 是漂亮一點 真的覺得它那個 可以切橙 感覺是可以立刻切橙的 哈哈 因為太貴了 我想不想敲 因為不知道會敲崩 那這把呢 其實兩把劍的長度是相約的 那可能就是 就班到戲裡面的做法 所以這套呢 其實 如果這樣拿回三千元 我覺得真的 我和市場上的產品比較 性價比這個 是不低的 其實它和它做到頭盔 是很漂亮的 哪裏有得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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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客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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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間 那間7分 7分有得賣的 是他們的批發 也歡迎其他地方的朋友 考慮 不過貨就剛剛出了 所以還有沒有貨供應 就不知道 但可能有些現貨 的 好 其實補充 不好意思 還沒有殺 其實還有一個人頭雕 不過這裡我們就不拍了 好 為什麼 沒什麼 為什麼 不拍了 轉頭見